有中國援助新建的 斯里蘭卡高法大樓 去年7月開始維修 而雙方5月30日又在科倫坡 簽署高法大樓的全面維修工程 補充實施協議 中國援建斯里蘭卡高法大樓 全面維修項目補充實施協議 簽署儀式 5月30日在科倫坡舉行 斯里蘭卡司法部長拉賈·帕克舍 和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 西正宏等兩國官員出席 並建政協議簽署 拉賈·帕克舍說 高法大樓是 私中兩國友誼的建政 它還回顧並感謝 中國為斯里蘭卡提供的 各項無償援助 包括疫苗 藥品 醫療器材 食物 燃料 布料等 在我身後這個充滿民族風情的建築 就是需要維修和翻新的 斯里蘭卡高等法院 以及司法部辦公大樓 它的周圍也有其他很多的司法機構 還是斯里蘭卡法學院學生熱門的畢業拍照地 斯里蘭卡高法大樓位於 科倫坡繁華地段 面積超兩萬平米 建於1989年 是中國政府的援助項目 大樓使用30多年 建築外牆及內部設施 出現老化和嚴重破損 在對建築功能出現新需求的情況下 經四方申請 中方同意按使用需求 對大樓進行全面翻修和現代化改造 包括室外工程 高法樓 司法大樓 動力中心及門為十四個部分 維修資金 劃歸中 私經濟技術合作協定規定的 無償援助項目 本次協議主要補充施工細節 高法大樓維修工程去年7月開工 工程整體預計於2025年10月完成 米尼交給四方 鳳凰威視楊世元 科倫坡報導